大家好,今天來分享甲級犬武器的獲取方式 以及現有的甲級犬武功評比 昆倫強度A,推薦A,綜合,評比A 增加戰役減少集氣,但沒有增傷有點可惜 取得方式入九流門將九流獲奇解完 觸發夜模仿特賣會取得 開名強度S,推薦S,綜合,評價S 增加戰役和21%增傷,增加放大招速度也有增傷很實用 取得方式至少要有武林盟主抗武林霸主的稱號 並且從伏妖子納通過考驗拿到盟主令牌 邀請四法師掌門會員 邀請完把他的武器多掉即可獲得 少號強度S-推薦S-綜合,評價S- 可以吸血增加續航力又可以風穴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兩項啦 主線解到九流門總壇位置查明 前往九流門森羅殿把他們一鍋端了 打印秦衛之即可獲得 北銘強度A,推薦A-綜合,評價A- 減少集氣值稍微有亮點 那吸收內力嘛 算了算了算了 主線解到陰海牙劍採王的劇情 前往行宮找康王 選擇應寵 把皇帝滅了 他死掉後可以獲得北銘和酸泥 九陽強度S-推薦S-綜合,評價S- 唯一一把可以自己製作的假擊拳套 技術攻擊就比其他拳套高了 增加暴擊率與暴擊傷害 戰意越高增傷越高 被格檔剪輯器 非常暴力的手套用過都說讚 取得方式前往無名小村 到十字坡往左邊走去 到達正西瓜跟守將對話強行通過這裡 穿過去到烏賢山的森林 這邊選前兩項都可以 我這邊選擇把他們全部處理掉 往旁邊的山崖下去山谷 匯到烏賢仙境 往下繞一圈這邊有棵樹把它發掉 往裡面走會看到有塊墳墓 開始挖墳 可以拿到九陽圖紙 就可以自己製作一把囉 假擊拳武功評比 或許方式都可以從我的頻道搜索武功名稱來查看詳細影片 以下就用文字的方式來敘述 如來省掌達到條件增加暴擊和暴傷 上敵方debuff最高增上120% 取得方式進入司法4 佛法港屋400 全掌修為大於50 觸摸4塊石碑獲取 滅天掌達成條件無視護甲 內力差降集氣 血越少攻擊越痛 取得方式進入聖館 與門派好感度達到敬仰和館主請教獲取 紫薇金龍掌達條件無視格擋和省幣 敏捷差降集氣 名聲8級增上150% 後取方式進入葉家軍解任務 回任務的時候都找康王回 並且在康王登基前要先入罪郡主 康王登基又會找女婿就封你為駙馬都尉並贈送此秘籍 萬民掌達成條件必爆擊 加連擊率吸收戰役全修為越高增傷越高 後取方式加入九流門解到兵教 救了楚狂身後師父會傳授 接下來到武功評比一樣找會員來測試 滅天掌 額頂傷害 如來神掌 也是頂傷害看他要加一些屬性了 不然這樣看不出來 我直接脫掉武器好了 等級給的點數也洗掉 紫薇金龍掌16格範圍 傷害6.5萬 滅天掌範圍12格 傷害3.6萬 如來神掌範圍20格 傷害6.6萬 萬民掌範圍8格 傷害7.7萬 甲級全武功評級 紫薇金龍掌A加 滅天掌B加 九五來神掌因範圍特大 憑借為S- 萬民掌S 以上為甲級全武器和武功獲取極評比 不得不說全的甲級武功傷害都很高 只要遊戲內的屬性都拿到 全的傷害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只是除了如來掌 其他範圍都偏小一點點 喜歡我的影片幫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是曉風 我們下期見